屏東基督教醫院的交通車來回 穿梭在各部落 每週星期二 四五 固定分三個路線 接送北重霧臺 南道來一鄉的原住民族人 來到醫院 因為醫院針對族人開設了 原住民特別門診的醫療服務 最大的不同 就是提供問診時的 足語翻譯服務 醫院為了體恤偏遠部落的居民 在就醫交通上的不便 提供了免費交通車接送 到了醫院安排志工詢問病情 協助掛號 親切的引導路線 家庭經濟狀況不佳的患者 還可減免掛號費 所以我們醫院看到 老人家部落的需要 所以我們特別也 派了車 然後上三接我們的老人家下來 就診看 對於原住民家庭有比較 在經濟上面 有比較弱勢的部分 我們也會有專業的社工人員 來進來做一些評估 然後我們醫院也會做一些優惠 量血壓親切的詢問患者的病情 醫院從安排護理人員 志工都是原住民級的員工 看著的同時也協助足語翻譯 讓族人與醫生的溝通沒有障礙 從來回接送 掛號 看診 到離開醫院全程陪伴 就這邊 我問你們喝酒 如果有一些老人家不聊 小姐她要看醫科 她們都可以協助 真的很方便 也可以接我們 然後送我們 又沒有車子 家裡又沒有人帶我們 所以這樣方便很多 也不怕說我們不是字啦 或是不會說國語 因為都有志工 自1998年屏東基督教醫院設立了全國唯一的原住民特別門診後 每年服務族人平均四千多人次 記者歌手 屏東市採訪報導 剛才那 nostra Kill ご視聴 大家 我們